好,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一顆BOSS的D13 BOSS的D13 那很特別的它是一顆KIDI KIDI Mode 所改過的一顆BOSS的D13 所以它就跟原本的D13很不一樣 那D13其實是一顆非常常見的數位消滑器 因為在BOSS的數位Delay這組系列裡面 D13代表的是一種比較基本功能的滿足 然後它比較高階的就有DD5 然後後來變成DD6 那現在反映到DD7了 那相比來講D13這一顆 提供你基本上的一些功能上的需求 你可以使用到Delay又不用花太多的錢 那第一個呢 我們先介紹原本這四顆 這四顆是原本BOSS就有的控制旋鈕 第一顆是Affect Level 第二顆是Feedback 第三顆是Delay Time 那第四顆是Mode 就是說到底是短還是中等還是長或者是厚的 厚的就是說它會把這個訊號一直重複不停的播放 那當然如果說我們在這個Feedback開得非常大的時候 有點會類似像這樣的時候 但它意義上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Feedback會跌訊號上去 OK 那KID改過的地方 第二個關鍵是在於這個Switch 這個Switch有三段 左邊 然後中間 右邊 OK 這是它第一個改過的地方 它會提供三種不同的音質 有Enal哥的Tone 或者是Gito的Tone 這樣子 讓你覺得說有不同的聲音可以選擇 那 原本的Direct Out Direct Out的這個部分 它已經變成是一個Loop 那這部分待會我們另外做一個示範 那我們現在為了讓它聲音聲音比較明顯一點呢 所以我們會把 這個效果信號設在Long 所以呢 我的這個Date Time的值就非常的長 那Feedback呢 我們把它開大一點 我們現在先聽聽看 這個Switch所造成的聲音的影響 好 這是原始的聲音 然後把它切到中段 小聲音 小聲音 我現在轉小的這顆叫Feedback 因為剛剛它把Feedback開比較大 那我們到它的中段 它聲音比較亮 而且是Digital的感覺 所以當它在這一段上使用的時候 你的Feedback卻不停的跌下去 跟它在最左右兩段的 比較Ercho 的聲音不一樣 那我們就把它切到最右邊 我想把feedback開回最大 等一下可以聽聽看 它會很自動的衰減掉 也就是說最右邊和最左邊的那一段 其實不管你feedback開得到多大 它都會產生明顯的衰減的效果 那這個跟在數位上的情況是不太一樣的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測試一下 這個DirectOut這個部分 DirectOut它已經變成是一顆loop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 它知道是Stereo的頭 那一個頭呢一端點就是做輸出的訊號 那一個端點就是回來的訊號 所以呢我們這邊要用Stereo的頭 Stereo的頭 那我現在把它接上去 那我現在使用一顆破音 Trial-D的破音 而且我們破音已經開好了 你就會聽到說 哦其實對 那這是一個會 會產生一種變化的效果 那原本的話應該是Clean Tone 所以沒有任何反應很正常 那我們把Switch切到最左端 我們小鑼器打開 好 剛剛呢有些雜音進去的 所以就讓這個不會產生作用 好 我們再次做一次 這個我們線材可能不是很好 好 好 那樣你要進去也是Clean Tone的訊號 可以聽到敵人的聲音 是破音 是破音的聲音 好 那我們把它切到中段 我們先把Fibbite開得很低 Effect開到中間 一樣是Clean Tone 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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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e 沒有 你把它翻那麼開的越來越大 就能聽到這個Loop送進去的訊號 回來的聲音 是越來越 越明顯 我們只要證明說 對 它真的是有聽過這顆小鑼器 只要證明這件事 P Covid col Clean Tone Clean Tone Ceen Clean T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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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沒有了 好像把它切到最右段 打開其實 再聽聽看 這就是經過Key所改過的D3的基本介紹 我們介紹這三顆 這一個三段式的切換旋鈕 跟一個Direct Out被改成loop的一個狀況 OK